103 Morning街头党 我多希望你现在可以在我身边 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我周围的这么香气 这么浓郁 然后这么舒服 这么放松的感觉 那因为这个星期 Morning街头党呢 我们就在Lemongrass House里面 看到了好多好多关于香精油的一些产品 用在身体上的 或者是我们可以用来点 通过香薰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身体达到一个健康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星期介绍 很多很典型的一些香薰油 不过呢在今天最后一天 我们绝对不能够漏了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香薰油 就是 茶树 茶树精油 T3 那我们要请丽姨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茶树精油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 它最主要的功效也是有帮助 就是增强免疫系统 然后很多人都知道说 它的功效可以直接查在身体 哪一个部位都行 很多人尤其是女孩子 如果有长到暗疮都可以直接 就是洗好了脸之后啊 就点在那个暗疮 它有帮助就是杀菌 然后你的皮肤会慢慢的变美 对 可以直接就是这样子用在 如果说有你就是那个 那个暗疮的问题的话 我直接涂是OK的啊 它不会太油吗 不会因为它跟虚拟草 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个 就是你擦上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油 而反而你会感觉到点冰冰这样子的感觉 因为它在帮你杀菌 嗯 所以我用了茶树精油之后 我还需要再涂我日常的护肤品吗 比如说moisturizer之类的 其实如果是想说要擦moisturizer了 你都可以就是先擦了moisturizer之后 然后你在你的那个暗疮部位啊 再点一点就好了 对就是在针对那一个部分就行了 OK 这个是茶树精油最典型的一个效果 除了这个效果之外 是不是大家还有一些其他的都还不认识的 嗯 其实T3茶树呢 有帮助sinus 嗯 就很像鼻子敏感啊 然后很像asma 这是他们是最 最出名就是在这一类 而且 并且是就是因为它有那个 可以直接擦在皮肤 所以 比较容易用 嗯 对 OK好 这边有的茶树精油是怎么样的 你可以带我看一下吗 就 就是那种纯的茶树精油吗 我们都是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的 对 这个是澳洲的 来自澳洲的茶树精油 哇 我用右手吧 蛮强一下 蛮强哦 直接这样子涂在皮肤上 感觉一下 如果大家有那个 比如说皮肤上面有痘痘啊 有敏感的问题 它的杀菌的效果很好 蚊子丁到 蚊子丁到 对 小孩子 尤其 果然 擦出精油果然是很 很有个性的味道 哈哈 因为我闻到这个味道 我就觉得 哦 真的这个 这个味道是让人留下 非常深刻印象的一个味道 果然你看吸收了 完全没有任何有油渍的感觉哦 所以我们对于精油的 呃 认识 可能像 可能会有很多的误解 因为大家会觉得说 哇 把它涂在皮肤上 会不会反而 阻塞的情况更严重 原来它的那个吸收 是这么快的 嗯 那茶树精油 其他的还有没有 什么样的一些 呃 用的方法 利宜可以介绍给我们 很多呢 顾客就很喜欢 就是呃 可以就是 T-Train的你可以 就是放在那个 shampoo里面 嗯 它也是有帮助 呃 就是 呃 Dandruff 哦 OK 对 头皮之类的 对 很像呃 有一些是想说 要呃 长头发 它会有一点点的 那个功效 OK 呃 如果说呃 我们我们的含量 大概是怎么样调配 会比较好 T-Train的油 如果说大家有那个 头皮头痒的问题 或者是说 想要头发更加浓密的 一个效果的话 哈 我可以加多少的 那个T-Train的 精油在宣布里面 一罐的宣布 比如说以 以呃 我们我们就以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含量来说吧 这个是多少ml的 220ml 260ml哈 260ml 这样一罐的 宣布 我们可以放多少的 多少滴 呃 你可以放差不多10滴 这样就够了 10滴左右 对 不需要太强 因为T-Train本身 就已经挺呃 强 但是它又对皮肤还好 不可以说呃 会弄到敏感 对 如果像皮肤很容易 敏感抓痒的话 你都可以直接用那个 呃 茶树直接 插在皮肤上 对 它都会有呃 就是帮助敏感 这些 OK 好 太好了 所以这个星期 我们学了这么多 不知道你记得了吗 如果你还要想要 了解更多的话呢 我就要请丽 来跟我们说一下 Lemongrass House 在新加坡 有多少间的分行 然后分别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四间 然后呃 第一间是在 Liang Court 呃 两格 对吗 然后呃 Train Tree Somerset 呃 是在Basement One 然后我们有一间 是在Raffle City 三楼 然后另外一间 是在Paco Malania 网三楼也是 嗯 好 非常的谢谢LiLi 也谢谢所有 Lemongrass的这个工作人员 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 可以上网到www.lemongrasshouse.com.sg 好吗 好吗 好lish